祭贪行,就是密行 所谓修行密教 是最高深的,也就是讲 以诸真上圣洁,圣生法者 说祭贪行,就是密行 就是密教 那么在《圆节经》里面讲到 《大圆满》的时候 他也是这样子说的 一切的行为都是清净 但是这里面还有他的意义 所有一切的行为当中 你的佛性本身不变 但是你能够自主 自如 清净 化为光 这个才是祭贪行 假如你的佛性不变 但是你种种的形象 种种现出种种的形 你不能自主 自如 自治 这样子的话 你就成为凡夫 所以你能够了解这个生解异地的佛 佛跟凡夫之间呢 一个是杰者 一个是杰悟的 一个是迷者 是迷惑的 所以能够自主的就称为杰者 被迷惑而颠倒的就称为凡夫 其差别就是这样子而已 什么叫做祭贪行呢 以佛性 用凡夫的种种种的形象 来自主 化为光明跟超越 就是寄贪行 就是寄贪行 这一段解释啊 我刚才所讲的这一段解释 不是很明白佛性 不是很明白密教的人 他讲不出来的 他没有办法讲 讲不出来 因为佛跟凡夫之间的界限 他不明白 佛行的是凡夫的事 这个时候啊 佛如来 他的一切作为 跟凡夫是一样的 佛行凡夫的事 但是他以超越 跟化为光明 变化清净 来自主的 这个叫做寄贪行 今天能够把这个 中哥八祖师的 这个寄贪行 三个字能够 讲解得那么清楚的 这世界上很少 在这世界上已经很少 大部分讲解 谁一看到寄贪行 什么叫做寄贪行 他不晓得 你们看今天看师尊 看看师尊 表现的行为跟凡夫差不多 但是你要知道啊 这个师尊本身能够超越的 能够自主的 能够自如的 能够化为光明的 这个就是凡夫佛 凡夫的行为当中显现了佛性 在凡夫的行为当中显现了佛性 就是凡夫佛 这个就是我 就是如圣念 你看我的师父啊 这个图灯 达尔吉 上师 他给我起的法号叫做 图灯 是如 什么是图灯啊 吐灯 吐 吐出来的吐 灯 这个灯上去的灯 自如 自在如如 图灯的意思就是师家 图灯两个字啊 就是师家 师家摩尼佛 自如 就是师家佛陀 自由自在 如如不动 这个就是图灯自如 的意思 师父呢 师父呢 师父叫做图灯达尔吉 这就是师家摩尼佛 弘扬佛法 达尔吉 就是弘扬佛法 图灯 就是师家摩尼佛 弘扬佛法 我的是师家摩尼佛 自自如如 不动 非常的深 那个有些人是不明白的 明白的 还是明白 不明白的 还是不明白 那么明白的 讲给不明白的听 不明白的 还是不明白 我还是明白的 你们还是不明白的 你们有一天明白了 但是你还是不能自主 还是不明白 有一部电影里面写着 那个人 他讲一句话 每天都在讲 哎呀 我明白了 每天都喊 哎呀 我明白了 等他明白的时候 他已经 头脑有问题 要做一个明白人 这世界上的人 很难有明白的人 很难找得到明白的人 我的弟子也不明白我 我行 那很多行 他们也不明白 这既然不明白 我怎么教 我在教你 你还是不明白 到最后呢 我们只能够跳 这个三根器 就是有大根器的 才可以叫 这是寄贪行 那些小根器的 你教他这个 你会给他骂死 他不明白的 我明白的 你们不明白的 讲的讲器都是 到底明白不明白 越来越浮沫 这一段呢 很清楚 讲三圣三行 从开始 小圣 到最后 密圣 在虚空中 献起的彩虹 佛陀的圣教 佛陀的这个教理 就是要到达虚空 不是要你看彩虹 彩虹是会变化的 会消失的 西空是永远不动的 你明白了西空 你就进入佛心 你起得不动了 你再显现彩虹 今天就谈到这里 阿玛尼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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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玛尼佩